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可修身养性 隐名埋性 窝藏在这个小上海 什么人也不见 什么学生也不收 就只有专心一意的拜佛 说到这里 女主人又转身走到子民身旁 仔细地瞧看她两眼 心中好像有些打算 对子民说 阿国说 您要找我补习什么来着 女主人轻轻地做事 伸手要摸子民 子民不自觉身体往后围倾 那女主人的手 忽然变得像蜘蛛一样 到处抚摸子民的胸膛 子民慌张地咽了咽口水 尴尬地拉开她的手 那女主人停下手 一本正经地说 嗯 你的身形是五生 不是花旦 我本行是花旦 你不适合找我补习 子民不解地说 我是来替鱼太太的女儿补习 那女主人皱下眉头 不悦地说 什么 鱼太太 我的私房系虽然是霸王别姬 但是我姓梅 不姓鱼 您要找的鱼太太是三楼 我的楼下 广东人把一楼叫做地下 一字楼就是二楼 三楼也就是二字楼 下一层 我这是三字四楼 广东人习惯的叫法 你当你这个广东材都不识吗 嗯 您要找的那位台湾来的鱼太太 就住在楼下 二字三楼 哦